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科技知识的传入 以及在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影响 实际上明镜这部分 如果从广义的文化范围来讲 当然文化的成就也是很多的 问题很多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讲一些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选择这两个点 是因为它跟当时的社会 对当时的社会的影响比较大 还有很多问题 也很重要 包括文学什么的 科技 这个我们就限于时间的关系 就不能都讲了 大家就自己看看书就可以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学术思潮的演变 这主要指的是 理学 新学 到前家的考证学 这方面的一些线索的变化 主要是讨论的是 每个时代 这些上层的 或者是这些主流的精英的知识分子 他们关心的问题 和他们具体在做的学术工作 都是哪些 这个对当时的社会会有很大的影响 某些角度上说 它可能也算是个主要是哲学史的问题 但实际上它又不限于哲学 它可能是比较广义的思想史 和学术史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王守仁进行影响 第二个是明清自治记的学术思潮 第三个是清朝普学的兴起 那么三个问题 首先是王守仁进行影响 那么我们要讲王守仁 我们得回顾一下宋代的成诸礼学 因为王守仁的学说 那么他作为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他主要是对宋代的陆九渊新学 做的继承和发挥 而陆九渊新学 又是和当时的成诸礼学 以朱锡为代表的礼学的主流 有很复杂的关系 主要他们的有些东西他们相通 但有些地方的争论很激烈 所以我们要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些问题可能邓老师在他的宋代的那种课上也讲过 我们就简单的再回顾一下 首先关于宋明理学 理学有广义侠义之分 广义上他可以把新学什么的都包括进去 但是侠义上他专指成诸这一派 这是不太一样的 广义上的理学大概有这么一些特点 这是陈来他的书里面提出来的 比方说第一个他就是说 为儒家思想提供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论证 就是关于世界本源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些方面问题传统儒家是不怎么涉及的 但是在理学家那边有些讨论 第二个是关于这种人生观 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观 或者是道德理想主义 它是一种圣人和理想人格 希望能够实现或者达到这种圣人的精神境界 为人生的最后的一个终究的目的 这个东西先秦的儒学也是这样提的 但是他讲的不是那么清楚和绝对 但是在理学这个地方都是大讲特讲 讲的很多 而且这是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所以我们讲就是有学者说 理学就是一种学圣人的思想运动 就是说要做一个人 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人 人的话不是说和一般的动物一样 只追求物质的满足就可以 人是要有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 那么这个精神境界应该是实现一种圣人的那样的一种 人格上的完善为一个比较最后的目的 这个他讲的很多 接下来这三四两点就是说 他会讨论很多这种人生这种圣人境界 他的一些可行性和必要性 就是说为什么能够达到圣人境界 因为圣人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 这个东西在人的就是在每个人身上 他都有一种内在的基础 就是说都是有隐含的或者是蕴含的这样的一些基础 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 动物没有人有 所以人都应该把这个东西开发出来 做到存天里去人域 这个他们讲的很多 再就是那么到底怎么能给它开发出来 怎么存天里去人域 就有好多的不同的说法 具体来说就是这种修养 怎么能够提高每个人的修养 提高你的精神境界 达到一个升华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些修养的一些方法和原则 主要来自于四书 以及早期就是说北宋时候的一些学者 他们的讨论 同中可能就好多人会有不同的发挥 那么特别强调的其实也就是比较多的内容 去讲这种修身养性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大概这几个点加起来 可以算是可以涵盖 我们觉得传统上旅学就是这些东西 包括成祝旅学 也包括罗王心学 这些方面应该都是共同的 但是下面就不同了 不同在哪呢 简单的说吧 就是陈来先生就列的这四点 前三点我看他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他们就到最后一点不同了 当然前三点他们也有些不同 但那些不同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不存在呢 就是说他对于一般的社会影响 包括对于我们今天的了解这个学派 好像不是那么关键 那么最关键的一个不同是在最后一点 就是修养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就说理学 关于人生的人生观 关于人的修养 这些要讨论 主要是来自四书 那么特别是大学 因为大学是四书里面的第一部 就是大学它是最基础的一部了 这是朱熊说的 四书的次序第一部是大学 大学里面它有一个叫做八乔木 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境界的提升 人格完善 或者说是一种终极的一种成功 这样的一个次序 那么它其实还叫做格物 知之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八乔木过去其实大学这书 也是至少在汉代就有了 但是这几个概念没有特别引起人的注意 这是到了宋代 特别到南宋 朱熹对它进行了比较多的阐释 那么朱熹就认为 朱熹就是严格的按照这八个条目 来阐述它的这种修养理论 他就认为人家都是应该从格物做起 从格物做起 然后达到致之 然后在致之的基础之上 能够诚意 正心 进而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全部的途径 这里面 那么这个理学 所谓的理学 理学和这个非理学 我们说的理学是广义的 广义的理学和理学以外的那些学说 恐怕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 你承认不承认这八条目 这个基本的这个次序和它的完整性 你要承认 大概就是理学 你要不承认 或者说是只认一部分 不认为这八个条目都是有联系的 或者是都是必要的 那他就可能严格说他就不是理学 那我们比方说 在南宋有那么几个人叫陈亮夜市 有所谓的士工学派 他们跟主席有很激烈的争论 到了明清的时候 也有几个思想家 大家可能有人知道 就是有什么严理学派 清代的严远理工 像这些人 他们就不太 好像就有点跳出理学圈子 为什么呢 因为像南宋的陈亮夜市 像清朝的严远理工 他们就认为 用不着这么麻烦 格屋置之 这样一步太麻烦了 完全可以 直接就上来 就治国平天下 或者直接就修身起家 我就是直接 我就去做一些具体工作 而不是说先 花很多时间 在个人修养方面去下功夫 这就是 像这样的一个观点 它就等于不承认 这八个环节的连续性和必要性 他就认为直接治国平天下就可以 那么还有我们待会要讲的前家学派 清代的考证学 他们的特点是 只讲格物 格物或者再加上智智的一部分 后面他不管了 诚意正心 修身 那些人没有什么经理 他就觉得格物本身就已经很有意思 很有价值 就已经够你隔一辈子的了 然后你后面那些东西有没有没关系 这就是前家学派 但他们的格物主要就是学术研究 做那种经典的那种考证什么的 或者是一些文献学的整理 这方面他一做都可以做一辈子 乐此不疲 而什么治国平天下 包括诚意正心 这个他就不太关心了 他就好像认为可有可无 这样的学说也不是特别的算是 恐怕不能算理学 理学像朱熙的学说 那就是认为就得这一步一步来 一步都不能少 那么那个朱熙就讲先格 而且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越往前面这些环节 越要重视 越不能着急 必须得循序渐进 所以朱熙讲的最多的就是格物置之 这个词序 他说怎么能够置之呢 置之就是说你得先格物 置之再格物 先格了物才能够置之 那么朱熙就专门讲 他就说他的这个所谓置之 也就是一种对天理的认识 因为理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重要的概念就是天理 就是理学就认为 为什么叫理学 理学就是天理这个东西 它是全世界的世界的本源 万事万物的本源 然后又是那个人生的 就是具体到宇宙 世界 它的本源就是天理 那么具体到的每一个东西上面 每个东西都有它的自己的构成原则 和基本格理 这个就是它的理 然后具体到每个人身上 一种理想的人性 理想的人性 就是这种 具有种仁义理智性 各种道德 那种善的这一面的东西 这也是每个人的理 所以每个人都有 这个理这个东西 总的来说是天理 然后体现在万事万物上 又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 那么这个置之就是说 你要体验和把握这种天理 所以它应该有一个充分的领会 领会了以后 你才能够可以做到诚意 真心 这样的话 你的意念 你的心态就会很端正 然后你作为一个人 你就是应该一个比较完美的人 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换句话说 就是说 理学家认为 如果把头两步做好的话 后面都会相对简单 头两步是最重要的 而且头两步里面 第一步又特别重要 因为什么 你要想认识天理 必须得先格物 这个朱熹 在给大学做的柱里面 有一段话 专门讲这个文章 他就说 大学 他说 智智在责物的话 言语智物之志 在寄物而穷其理也 最好就是说 你通过对外部事物的考察和认识 一点一点的积累这种经验 逐渐的认识 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其理 你这个东西 你对他的理有所认识 那个有所认识 那个有所认识 积累很多以后 会有一天豁然贯通 就像武侠里面 打通认读二脉一样 这样里通了 就算你的认识 这个智智就算完成了 那么他就说 必使学者 既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以知之理 而以穷之 以求知乎其己 只其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这样的话就 纵物之表里金出五不道 而五心之全体大用 无名以 大家可能 这个话应该不算难懂 就知道他的意思 但是什么时候 能豁然贯通 这就不好说了 那就看你下的功夫了 当然也可能 跟你的资质 运气有点需要 反正这就是说 但是他就说 无论如何 你要下最基础的功夫 就是这种积累的功夫 没有积累的功夫 你想 自己就跟他做成那 豁然贯通 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朱熹 他们这一派的理念 那么同样是 理学的分支 而陆王新学 他们就认为 格物之支 陆王新学 首先也强调 要先格物之支 然后最后 终极目的是 之国平天下 这一点上 陆王新学和中比是一样的 但是陆王新学 对于这两个格物之支理解 刺虚不太一样 陆王新学认为 就是朱熹的 他们的讨论 就是说重点在格物 而陆王新学认为 重点在之支 格物这个程序 可以说为 可以认为 它不是那么重要 或者说认为 它可以先制之后格物 这是这个新学的特点 就是说天理 就是在陆王新学那边认为 天理就在每个人的心理 天理当然它宏观上是个大的 但是具体来说 也具体而为的 每个人都有心理 都有天理 所以完全可能做到 你自己对自己的内心 进行反省 沉思 这种静坐 这样的一些 那个手段 就可以体会到天理 不一定不要去格 一件一件的去格物 相反的话 你要是先能够体会到天理之后 你再格物就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了 那你见了什么都可以格什么 就很简单 那朱熹这段话 要是让陆王新学来解释 就是说 完全可以一旦豁然贯通 前面什么用力之久 什么义穷之 什么天下之物 这些东西都无所谓 可以不要 甚至于有些东西太麻烦 我直接就追求 豁然贯通就完了 这就是新学 所以新学 它是以新为本的 陆九渊的名言 就是说 四方上下约语 往古来定约咒 宇咒便是五星 五星便是宇咒 又说 苟此心之存 则此理自明 只要你对你的心 认识了心之的话 天理就在里面 就在每个人的心当中 那些外部的积累 什么格物 格物这个概念 顺便说一下 它包括很多内容 包括看书 学习 研究 也包括社会实践 带人接物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都是格物 这些东西 它认为 当然你也可以做 但内容都不是关键的 关键的都是在你内心里面 所以说 主要就是 对自己内心的把握和认识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说陆九渊的 他们这一派的特点 就是说 他不太强调 什么学习 什么这些东西 他就说 陆九渊就说 他说 金智论学者 只物天人的 自家只是捡他的 此说也不同 他就说 就好像一般人教学生都是给他加担子 让他学着 学那 学很多东西 他给学生 带学生是替他捡担子 让他最好忘掉很多东西 这个也忘掉 那个也忘掉 这个也丢掉 那个也丢掉 这是他们的很不同的地方 他又说 血狗之本 六经接我助教 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经典 这些东西 它都带有一种不太重视的倾向 就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关键还要对自己内心的体验和认识 把握这些问题 就这两派的争论 南宋就争论的挺激烈的 但后来 朱熹这一派站在上风 陆主任这一派就有点 不是很景气 就比较边缘化了 那么到了明朝 王守仁出来了 这样的话就改变了这个局面 明史里面 如林传 专门讲王守仁 他说 追溯这个过程 说明朝初年 整个思想界 全是朱熹这一派的统治 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以后 这一派也比较僵化 没什么新东西 老一套 而且什么思想 它成为一种统治的形态的话 它总会有些弊端 包括会有些投机分子 有一些人 打着他的旗号 干些坏事什么的 结果把这个思想 可能给形象破坏了 像这样的事 理学当时都碰到了 所以大概就思想界 也反正就是时间长了以后 就难免会有点变化 这时候就出了王守仁 当时王守仁和他同事 还有个人叫陈宪章 明史里面说 学术之分则致陈宪章 王守仁史 但这俩人不太一样 陈宪章的影响小 因为他带的学生也少 好像那种 对自己的宣传 学说的传播 也不是特别的够 但是王守仁带很多学生 而且他很致力于 他的学术的传播和扩张 所以到王守仁 而且王守仁 在当时又是个大名人 因为王守仁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 不仅是一个学者 他还是个政治家 军事家 他打仗也很厉害 那回我们讲的 明代的 明武松时候的 明王叛乱 那就是王守仁镇压的 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理想的一个 按说他就是一个既能格物置之 又能置过瓶下 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人才了 那么他的名气也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学派的影响也比较大 说在王守仁带的影响之下 说到了明朝后期 叫做加龙而后 笃性成诛 不切一说者 无负己人矣 那就在明朝后期 说没有说他影响 还能够完全是周期那套东西 坚持下来的人 不多了 所以说他对整个的 他是明朝中期人 那么他的思想